今天我去小米官方维修 给我用了三年的小米10换了块电池 这是我第二次换电池了 我这台小米10是2020年双十一买的 在2022年的春天换了第一块电池花了129 然后现在是2023年的12月底了 现在准备开始用第三块电池了 这次的价格是159涨价了 我看清单里边有40块钱是服务费 其实这也很合理 平均一年半消耗一块电池 你们感觉怎么样呢 其实我这块电池还能用 只不过前一阵子因为下雪外面温度很低 都零下十多度了 这个小米10总是无限重启 如果你们的手机电池遇到这种情况 你们会考虑换电池吗 其实一开始我也是不打算换的 我也很纠结 最后让我下定决心换这块电池的理由有三个 第一个是150块钱并不贵 第二这个手机还不错 未来一年半我还想用它 第三那就是屏幕好看 这块屏幕是华星光电的OLED90赫兹的 它的光感是不错的 声音外放也很好听 另外它用的是高通骁龙865的芯片 现在也挺能打 就算玩游戏也够了 其实我还不怎么玩游戏 我目前用这台手机主要应用就这么几个 一个是重度的微信用户 是对攻的 还有就是闹钟 小米手机的闹钟很好听 每天早上这个音乐是变的 现在是比较轻快的 还有一种比较舒缓的 另外还有人说今天最高几度最低几度 挺原性化的 比iPhone那个强多了 还有就是我用它来看B站看抖音 也算是重度 其实它是我的背机 我的主力机目前是iPhone14 我举个例子 比如在洗澡的时候淋雨 你还想看点什么或者听点什么 你会选择把一个6000多块钱的苹果放在旁边 还是把这个用了三年的小米10放在旁边 那肯定是选它了 屏幕又大 声音又好听 还便宜 坏了或者摔了 或者进水都不可惜 我已经这么操作很长时间了 目前还没坏 小米10应该也有防水 还有就是我用它来当直播的摄像头 前置和后置摄像头都不错 我开始用前置 前置有美颜 最近我用后置 后置更清晰 我用抖音的美颜更好 如果单纯拍摄的话 它是不如iPhone的 你们现在看到的我这个视频 就是用iPhone拍摄的 拍视频还是iPhone文 另外还有一个应用 那就是游戏 我规议每周末都会用我这手机 打亮把王者 还有就是你看我手机上这么多的App 其实一年可能用不了一两次 那怎么办呢 装在这儿 就不要装在主力机上了 反正256G的内存 装这些应用还是没问题的 说了这么多优点 其实小米10也有缺点 续航差算缺点吗 我已经接受了 毕竟是三年前的手机嘛 主要问题是它这个打电话 经常会不能播也不能接听 就是没信号 明明看着有信号 但实际上没有信号 别人打不进来我也播不出去 但是并不是说每天都这样 或者天天或者每礼拜都这样 说不准什么时候就这样 这个说不准是很随机的 有可能两个天 有可能一个月 有可能两个月 也不出现一次 那这就没法测试了 我遇到很多次 后来我打说后电话 说后说你最好去检查一下 反正也过保了 我觉得修一下不值 现在我也把它给解决了 怎么解决的呢 设置一个自动重启 它叫定时开关机 每天凌晨自动关机 自动开机 自从这么设置之后 它的信号还是挺稳的 我感觉还是软件 或者某些固件有问题 我目前用的是最新版 14.0.4 其实MIUI的13的最后那个版本 也不错 现在MIUI14的最后的 一个版本也不错 挺好用的 等到24年 它会有新系统出来 也支持小米10 到时候等完善了 开始先不弄 等完善了 好用了 我再切过去 这手机现在突出的 就是一个稳定 那最后还是回到电池上 现在再用第三块电池 但是我还有一个华为的 Mate20 那个手机比这手机 早买两年 电池一直都没换过 已经用了5年了 按说这电池已经老的快掉渣了 但是同样是前一阵的那么冷 我把iPhone14 还有小米10 还有华为Mate20普通版都带出去 放一起 华为Mate20就是不充其 而且也可以用 唯独有一个缺点 那就是屏幕有点残影 感觉有点被冻住的那种感觉 而且那个电池也是每天充一次 从充电循环次数来讲 绝对比这个一年半的电池 要次数多很多很多了 我不知道为什么 都是锂电池 我懂的同学 欢迎写到评论区 那个时候的华为就是那么屌 就是那么厉害 现在的华为我不知道怎么样 是在Mate20刚出不到两个月 花了4100块钱 在尸体店买的 后来我朋友买了一个华为Mate30 那个也不错 好 以上就是我对我手上这台 小米10手机的一个总结 这是8加256的 我挺喜欢这部手机 特别是手感这个曲面屏 还有屏幕的观感声音 真的很不错 挺好用 也够用 唯独就是这个电池不太抗用 即便换上新电池也不是那么抗用 它就是这个机器 而且挺重 在不带壳的情况下 还是200克出头 我当时买这台手机 花了3200多块钱 挺便宜 在京东买的 叠加了一个北京消费券 那个时候我有一个很大的疑惑 那就是小米这个牌子的手机 是否金用 是否容易出小问题 是否容易坏 看来我没选错 那个时候我在火车站 遇到一个是安卓 他用的华为的旅客 我俩聊了一会儿 那时候我还不敢用安卓 他跟我说你就买华为 或者买别的牌子也行 安卓机器不要低于3000块钱 是那个年代 我买的第一个安卓手机是荣耀8 花了2400-2500块钱 果然不行 过了两年 这个听筒就出问题了 但是后来我买华为Mate20 是4000多块钱 那就没问题 这个小米10 虽然我花3000出头买的 但是它也是一个4000左右的东西 在那个年代 也没问题 看来这个钱不能省 另外我也看过 在小米社区里面 经常有人问出问题了 系统不更新了 什么各种各样的问题 这种问题 覆盖面比较多的 都是K系列的用户 就是红米系列的用户 因为红米便宜嘛 属于性价比 看来还是一分钱一分货 贵有贵的道理 虽然用的同样的芯片 内存跟硬盘都差不多 它还是不一样 毕竟差了一两千块钱呢 所以说下次我要买 还是买这种水桶机 还是买数字系列 至于说选不选Pro 我总觉得多花那几百块钱 千二八百块钱 买个Pro不值得 以上就是本次视频 全部内容 给各位米粉 或者想买小米手机的同学参考